裡面大概就是股東利益的最大化 時間價值 資本主義 投資投機 賽局跟策略 還有自由競爭等等 大家可以看到就這邊沒有包括善良跟道德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事情是說 為什麼我們在看待很多事情的時候 會用一個非常數據跟邏輯的角度 所以我們認為說只有數據跟邏輯可以告訴你 這些東西你應該要如何決定你接下來的行為 所以對我們來講 我們到後面會產生一個比較大的缺點 就比較像是你在看待任何一個事情的時候 你都會用一個評估或跟一個比較的方式去看待它 然後這個東西可以讓你很有效的在一些比較重大的場合 或是你在商業場合中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可是它的缺點就在於說 你到後來發現你戴的眼鏡是有色的 你看待現在你每個人都會開始評算 他說好我現在跟這個人做了朋友之後 我現在還可以幹什麼 對然後你不覺得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當你發現這已經變成了是你的一個思考模式的時候 你很容易落入這個陷阱 你會覺得說所有事情都必須要用這樣的思維模式 才可以得到最好的效果 所以這個東西是我覺得當時我在進入大學的時候 一開始我面臨到最大的困難 就我會覺得說這樣子的價值觀會不會造成很大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看到對我來說 我覺得在接觸了很多外國文學的東西之後 最主要本質其實是字型 就是文學這個東西啊 這個是一個筆記大家不用看 不是很重要 我們現在看一下 文學裡面弄出來很多這種 也會看起來是一個非常遙遠的東西 可是事實上這些主義以及這些思考 都是不同的年代的人 他在他那個年代看到了一些問題 然後利用他想到的一些故事 把這些抽象概念聚集在這些作品裡面 所以你在看待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就發現說原來我們活在的世界裡面 其實有很多的限制而你不知道 或者說原來很多我們所以為的那些選項 其實他們之間界限並沒有你想像中的明顯 所以文學的作品其實它告訴你是 用另外一個讀故事的抽象概念 去認真的看待每一個人 他自己心中在想些什麼東西 每個人都是一個活的個體 然後他們在做一些決策的時候 其實不見得只考慮 就單純只有利益的問題而已 所以其實文學告訴我一個 蠻重要的東西是你真正去挖下去看 你會發現的是人類的智慧其實是一直延續到現在的 就很久以前我們現在在談到的問題 在這些作品裡面其實都有可以 你自己找到的答案 好 那我現在就是會面臨到的第一個問題是 這兩個領域告訴我的東西其實非常的 我覺得落差非常大 你可以舉個例子 比如說讀書人風谷跟上任無祖國這件事情 你可以看到的是我覺得我們在教育體制當中 其實我們沒有很好的告訴大家說 你身為一個人你之後在社會上做的每一件事情 它後面真正的本質是什麼 所以到一開始的時候我會覺得說讀書人風谷有點像是 你必須要堅持你所知道的東西 你不可以妥協 可是在真正的商業這邊的時候 你卻會發現很多可能跟你自己原本想像中相違背的事情發生 那這個時候我就開始思考的事情是 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狀況 然後還有像讀書人 也就是所謂我們以前所稱的文人 他們是不是都追求的是一種精神上的滿足 或是說是一種精神上的超越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他們才會覺得說他們生命有意義 可是事實上在我們這個世界裡面 各種不同的東西它其實都是有一個標準 可是是有一個固執你是在追求它的 所以那這兩個之間會不會又有一些落差 然後你是不知道的 然後還有再來是 所謂的堅守理想可能是我為了要做某件事情 所以我必須要這麼做 可是在很多真正的商業的個案裡面 很多事情都是對方其實他有某種利益 而你自己本身也有種利益 你在想辦法利用一種方式 讓你們彼此之間可以達到最大的滿足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其實跟我們一開始學的那些東西完全不一樣 所以文學跟商業之間就看似起來 他們好像都是一個比較屬於社會科學的領域 但事實上它裡面有很多東西是相互衝突的 那我在看待這個東西的時候 其實我的想法是說 看待文學的時候你要小心的一件事情是 你不要因為你陷入了那個作者本身在描繪的情境 所以你發生的就所有事情都必須要懷疑 而最後變成了一個自憶自憐的狀態 然後在商業這個領域裡面 你卻必須要注意的事情是 你要小心的不能夠讓這個世界告訴你的 就是從利益這方面下手價值觀主導你 所以在這不同的狀況之下 你就可以看清楚的事情是 這兩者其實他們各自有不同的本質存在 那這種本質到底是什麼呢 我就來思考了一件事情是 對我來說商業到底是什麼 那你看到的是 商業是其實一種達到目的的工具 因為對財經系列來說 其實對我們來講 我們最top最頂尖的其實就是投資銀行 然後銀行家 那其實他們大家都知道說 很多市民都是因為 他們在追求利益的時候中間發生一些問題 那所以導致就是後來產生非常大的波瀾 然後就是比如說金融海嘯等等的 但是我後來覺得其實商業對我們來說 它是一種讓你達到你自己理想 跟讓你達到自己目的的一個工具 那這個東西同時你要必須知道 文學是一種自我體現的工具 你必須好好的知道說 在這邊你什麼時候應該要停手 以及你什麼時候應該要知道自己的界線在哪裡 所以從這邊的時候 這是我在大概半年前寫下的東西 後來我覺得真正去 真正的提倡商業價值的事情 應該是說 人類其實有很多智慧的結晶 然後這些智慧的結晶可能是技術 可能是城市 可能是文學 或可能是各式各樣的技藝 那商業在做的事情很簡單 我們其實是幫助這些技藝被更多人看到 所以說我們是一個中間的中介人角色 所以簡單的一句話是說 我們為了我們所在之處 把這種無形或有形的東西讓更多人知道 而我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得到了報酬 這基本上才是我認為的啦 我認為的一個比較理想的 你在面對商業的時候應該是有的態度 所以當你有這樣的態度之後 你在看待世界的觀點就會改變 你會發現其實面對每一個東西 每一個交易以及每一場作為的時候 你都知道說原來他真正想做的東西是這個 然後原來真正有價值的地方在背後那一面 所以當你知道這些東西的時候呢 你自己本身的記憶就會更有力量 那我是覺得說這是兩個思考的武器 就是我跟別人可能不一樣的地方在於 我有更多的面向可以去檢視 我在做一個決策的時候到底哪裡有問題 或是到底我哪裡我沒有顧忌 那只要我能夠好好的利用這兩個武器的話 我可以有效地面對自己跟面對環境 然後並且知道更高層次的底線會是什麼 不管這個底線會是別人告訴你的一些道德上的東西 還是說你自己覺得你應該在這邊停止 那就是我覺得啦 其實有一個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怕時間會來不及 就是說 舉個例子好了 有的時候我覺得人脈這個詞在商業裡面 有時候會讓你覺得是一個相互彼此利用 然後並且爬到更高位置的一個說法 就如果你陷在一個這樣的情境的話 我後來發現其實如果你用另外的方式重新再想一次 你要想像的事情是認識別人 其實從對方的眼睛看到另外一個世界 所以當你有更多的想法的時候 你真正去理解對方的東西 然後並且用各式各樣的角度去看待他 你就會發現你所得到的東西 比你給出去的東西還要更多 所以就是這方面就給大家焦點大家分享 就是這是一個很好的活動 要記得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些不同的東西 那就是最後也希望 因為這邊有很多不同的領域的人 雖然我今天主要分享的東西 並不是這些領域結合在一起 可以創造什麼樣實質的東西出來 不過我覺得就不同人在討論的時候 一定會有很多不同的火花出現 所以就大家加油 謝謝 應該全世界最好的公司 你未來的方向就是 你要成為一個非常好的投資分析師 非常好的銀行家 非常好的交易員等等的 然後所有的 那個時候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他們好像都在告訴你類似的訊息 然後那個時候我開始觀察 就是我附近的人開始在交朋友的時候 我覺得蠻可怕的這件事情是 然後你就覺得你可以好好的利用它 然後讓自己得到更多的知識或機會 而是就是 反正大學是一個很好的場域 你可以藉由各式各樣的管道 然後去看待不同的人 我之所以會在後來就是改變我的想法 是因為我去參加非常多 不是我們這個圈子裡面的人的其他的活動 比如說我去接觸了很多工程背景的人 很多政治背景的人或是法律背景的人 我去看待他們在面對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們的反應是什麼 然後看過很多很多人之後 我再回來在我自己的環境裡面 那個時候我覺得其實好像 你真的沒有必要去建議別人 是怎麼樣挑選朋友的 你的目的是怎麼樣 跟你的目的是不一樣的 可是你做出來的行為會一樣 那你最好的事情就是 你知道你自己要什麼 你知道你做的事情是為了什麼事情 就可以了 就不要讓這個東西影響你 然後反而這樣會讓你知道說 接下來往什麼樣方向會更好 回答你的問題嗎 就是你剛剛有聽說你現在是財經系 對 那你未來有想要走多好嗎 還是因為你結合了一些原文的東西 是你想要走多好嗎 我覺得現在是這樣子 因為我的本業 本業 應該說我還是會是一個 business woman 對 所以基本上我認為這兩者 目前來說 能讓我很快速的成長 並且看到更多世界的做法 是我先以上業的角度來看 對 然後至於未來要接什麼樣的工作的話 投資銀行不會是我的第一個選擇標準 對 因為它裡面有太多灰色的地帶了 很不小心你就會因為 被某些利益吸引 然後跳進那個坑 那跳進那個坑之後你出不來了 所以我後來覺得說 這個是你自己的選擇 我現在的確是往商業部分發展 但是我想用我自己的能力去做一些事情 對 那至於是什麼樣產業的話 我認為這要看機會 就是有時候機會出來了之後 你剛好是適合他的人 那你就會得到他 然後得到他之後 總是會有下一步你可以繼續成長 好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還有最後一個問題 好請說 這問題比較有趣的是 你有看過華爾街資料嗎 還沒看那是我想看的 對 那這問題給你看完之後 有一個女生 對啊 暴雷暴雷暴雷 我很好奇 你很好奇是 連這個人魚人 才有成為一個戲 新的事情 我會覺得那蠻正常的 就算我沒看過 對 因為就是在那個 應該說在那個行業裡面 有很多东西是外面人看不到的 比如说他们其实背负了很多 很大的压力 因为他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利用中间的价差赚取佣金 对所以这东西应该是 每一个在我们系人都知道的事 然后我们也知道说 他那个案例可能是常态 也可能是突然间跑出来一个 很不一样的东西 那一切要等你自己对自己的 就是标准在哪里 然后后来进到那个行业之后 你希望做什么样的人 我要说的事情是 华尔街这样是一个不太好的范例 但是我有认识 现在年纪比较大了 我还是认识一些学长姐 或认识一些前辈 我知道他们是非常有风骨的投资银行家 我知道他们坚持的东西是什么 所以就是我认为 每个行业都会有自己的选择 那你要不要是你自己决定的 还有十秒 没有没掌声谢谢 那么就是我认识的 是什么东西 这边都会有什么好好的 我认识了 你得到这边 你不想吃 我认识的事是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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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认识的事是什么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